提起《红楼梦》,大家最感兴趣的问题恐怕就是,十二金钗里你最喜欢哪一位? 老生常谈的答案,当然是有人怜惜林妹妹的若柳扶风,有人敬佩宝钗的玲珑八面,有人爱慕石湘云的喜气于憨,就连做人最拎不清的假银春都被赞为木头没人。 唯有王熙凤留给大家的普遍印象,就是那一句,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轻轻性命。 我研读《红楼》很多年,且不说曹雪芹给予王熙凤的叛词,太聪明和反算了性命,其实是含有了多少心疼和对他命运的不甘,但是给王熙凤的笔墨都是处处精心到极致。 后人对曹工的作品总会有无数种解读,尤其对凤姐的争议最大,有人认为他简直是蛇蝎美人,谋财害命对他是家常便饭,有人即使承认他有些管理才能,也会认为那不过是为了一己私利的厚黑血。 但今天我希望为大家呈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凤姐,其实她是《红楼梦》里最被低估和误解最多的一位小姐姐。 她是男人万不及一的词凤,她是纸粉队里的女英雄。 如果凤姐生活在现代的话,恐怕也会成为大家喜欢的小姐姐。 她身上散发出来的中性之美,也会颠倒众生,恐怕大家也要称她一生凤爷。 中性之美包含了男女两性的优越,既有女性的柔美,又有男性的刚健,两者结合在一起就是独具特色的双性气质。 具有双性气质的小姐姐有很多,作为大家熟悉的便是林青霞。 有人说林青霞穿女装的时候是最美丽的女人,穿男装的时候又是最亮的男人。 她扮演的东方不败,已经成为荧幕上一个永恒的景点。 红衣带水,清酒离伤,眉目间有挺拔的英气,亦有婉转的柔情。 小时候看新加坡武侠剧《莲花争霸》,很喜欢剧中的一个反派人物,白玉川。 虽然是反派,可是因为她的容貌太过替躺俊美,以至于即使她坏事做尽了,却怎么也恨不起来。 长久的一段时间里,都以为她是男子。 后来才知道,那白衣圣雪的公子,原来是女人反串的。 这位女演员是出生于中国内蒙古的塔林托亚。 同样雌雄莫变的,还有日本女王天海又夕。 她在《原始乌语》里出演贵公子光源氏,举手投足间,把这位风神俊义,忧伤多情的公子,演绎得淋漓尽致。 宛若从千年前走来。 无论是林青霞,塔林托亚,还是天海又夕,她们的双性气质,在特定的情景中,大多是由外表呈现的。 可王熙凤呢? 《红楼梦》里的王熙凤,自始至终都是千娇百媚的二奶奶,从未卓过男装。 她身上的双性气质,是曹雪芹用高超的写作技巧,塑造完成的。 曹雪芹在塑造人物之初,并有意识地把雌雄两性的特征,杂揉在王熙凤的人物形象里。 我们来看她的名字。 凤,在收文解字里的解释为,神鸟也。 上书一记,有凤凰来仪,传云雄曰凤,雌曰黄。 收文解字易正,有凤凰于飞,和鸣铢腔。 诸曰,雄为凤,雌为黄。 大广义惠语篇说,灵鸟也,雄曰凤,雌曰黄。 有五彩,其无铜,十足矢。 凤本是雄性的鸟类,但在叛词里却说一只雌凤。 它的名字里,已然蕴含了男性的特质。 又说,金子万千谁治国,群差一二可齐家。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都是儒家对于事的要求。 儒家所讲之事,通常为男子。 小说的叙述者,把对如事的要求加在一个女子的身上, 更从侧面反映出了叙述者对王熙凤男性气质的认同。 书里称他为脂粉英雄。 冷子星评价为,是个男人万不及一的。 周瑞嘉的评价为,十个会说话的男人也说他不过。 秦克卿评价说,连那些树袋顶关的男子也不能过你。 这是众人的评价。 大家把王熙凤和男子进行比照。 王熙凤的男性气质,致使他超越了男人本身, 而成为比男人更厉害的女人。 千金小姐变身霸道总裁, 玩笑间熟练赏人,一丈红。 王熙凤自幼生活在东海缺少白玉床, 龙王来请金灵王的金灵王家。 金灵王家乃是名门望族, 负责管理养务事宜。 单管各国进贡朝贺的事, 凡有外国人来,都是我们家养货。 粤、敏、镇、浙, 所有的洋传货物都是我们家的。 这些外来使者来到中国,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也把西方男女平等的观念带了过来。 或许, 王熙凤从小耳濡目染, 便在无形里, 从心底摒弃了男尊女卑的观念。 而认为, 男人女人应该是相同的。 黛玉初见王熙凤的时候, 也曾想起母亲经常说的, 自幼假冲男儿教养的话。 王熙凤也自言, 外头的只有一位真大爷, 我们还是论哥哥妹妹, 从小一处淘气了这么大。 贾贞也说, 从小大妹妹玩笑着就有杀伐决断。 杀伐决断, 通常是世俗对男子的评价。 这说明, 王熙凤从小就表露出, 他女性体内的男性化能力。 由此可见, 王熙凤被假出男孩教养, 是人所皆知的事。 而且家里也允许他和男孩子一起私混, 这段被教养的幼年时间也不短, 应该是伴随了王熙凤的整个童年, 甚至是少年时期。 荣格在分析人格原型的时候, 提到过阿尼姆斯型, 就是女人心理中男性的一面, 女人通过同男人接触形成了阿尼姆斯原型。 由此可以知道, 王熙凤和男孩们一起相处的过程里, 他的心理, 无意识地受到了男孩们行为, 语言, 生活方式等等各方面的影响。 这种影响就悄然潜伏在了王熙凤的体内。 荣格又说, 要消失人格和谐平衡, 就必须允许女性人格中的男性方面, 在个人意识和行为中得到展现。 这就不难理解, 后来王熙凤在日常生活里, 和其他女孩子不同的行为语言方式。 大观园里的女孩们, 多喜欢赏花观云, 悲风商月。 可王熙凤的行为, 却与众不同。 他似乎不大喜欢这些小女孩家的东西, 他喜欢掌控财权, 处理府内杂事。 小说第五十四回描写了众人放鞭炮, 庆祝新年的情形。 放鞭炮之人是贾荣及众小丝。 女孩们都被大人搂着躲避着弊驳之声。 王熙凤却说道, 等散了, 咱们园子里放去, 我比小丝们还放得好呢。 女孩们害怕的鞭炮, 王熙凤不仅不怕, 而且比男孩们做的, 还要好。 秦可欣死后, 宁国府竟然找不到一个得力的人, 来主管丧事。 身为荣国府管家的王熙凤, 便开始血管宁国府的事务。 荣宁良府吓人众多, 王熙凤在处理府中事务的时候, 危重另行, 对迟到者打板子惩罚, 对于要领东西来取牌子的, 仔细审查, 不出一点差错。 王熙凤大刀阔斧, 谭笑间运筹为物, 解决了宁国府中的五大弊端, 从而使威名更胜从前。 贾连的小丝心儿, 曾对尤二姐说凤姐, 她说一是一, 说二是二, 没人敢拦她。 在男尊女卑的社会形态之下, 王熙凤的果敢决断, 绝不符合男权社会里, 对女性的要求。 如若放到现代, 王熙凤应该是职场精英的典范。 究竟是狠利独女, 还是性情中人呢? 很多人认为, 王熙凤冷酷无情, 涉及害死了贾瑞和尤二姐。 贾瑞本是一个不学无术的浪荡子, 见到王熙凤的美貌, 便起了银心, 表露出轻薄之意。 被王熙凤戏弄生病之后, 博足道人以奉月宝剑为贾瑞治病。 贾瑞不听劝告, 错用宝剑才致身亡。 可以说是咎由自取。 而尤二姐本性风流, 她嫌弃张华的贫困不肯出嫁, 寄居宁国府与贾真贾荣等素有俱忧之窍, 毫无礼仪羞耻之感。 见贾莞对自己生情, 不顾贾莞有国孝家孝在身, 偷偷地嫁与贾莞作妾。 这一切都是瞒着王熙凤进行的。 王熙凤身为正妻, 在得知事情的真相之后, 有些过激的反应, 溢在情理之中。 可她对待身边的女性朋友的时候, 却一改平日的狠利和威慑, 变得和煦温柔。 秦可卿应该算得上是王熙凤最亲密的朋友, 也是风流娇俏的人物, 只可惜在宁国府那样肮脏的环境里沉沦, 最终香消玉允。 秦可卿生病的时候, 王熙凤几次探病, 看到秦氏的容颜憔悴, 王熙凤心里难过, 但为了安慰秦可卿, 反而把这份难过掩藏了起来, 又劝解了秦氏一番, 又滴滴地说了许多中常话。 离开秦可卿之时, 王熙凤也是红着眼圈的, 这份真情的自然流露, 完全是因为对密友的由衷关怀。 秦可卿的遭遇, 大家都知道, 周璇与贾真和贾荣父子之间, 身心俱受折磨。 虽然小说文本并没有透露出 关于秦可卿和王熙凤友情的更多细节, 但文本的留白, 则可以给读者更多的想象空间。 在秦可卿孤苦的世界里, 王熙凤的关爱应该是一束照进他心底的阳光吧。 让王熙凤真情以待的人, 还有平儿。 平儿的地位比尤二姐和秋童还不如, 只是一个通房丫头。 但王熙凤与他名为主仆, 是为朋友, 为姐妹。 只有在平儿的面前, 王熙凤才可以卸下面具, 可以毫不保留地唱作预言。 王熙凤生日的时候, 贾连和鲍尔家的投情被发现, 平儿受到牵连, 王熙凤情急之下打了平儿。 事后, 王熙凤十分后悔, 凤姐儿正自愧毁, 昨日酒吃多了, 不念素日之情浮躁起来, 未听了旁人的话, 无故地给平儿眉脸。 尽反见他如此, 又是惭愧, 又是心酸, 忙一把拉起来, 落下泪来。 惭愧, 心酸, 落泪。 王熙凤在这里的真情流露, 与他和秦可亲相处的时候, 情感是相似的。 说明王熙凤在心理上, 已经把平儿看作朋友。 后来王熙凤又趁着房内无人的时候, 笑着拉平儿并说道, 我昨儿灌丧了酒了, 你别埋怨, 打了那里, 让我瞧瞧。 这种略带玩笑性质的讨好口吻, 完全是朋友间才会拥有的。 在王熙凤生病, 探春管理荣国府的时候, 平儿向凤姐儿讲述了府内的情形, 王熙凤料到探春会拿自己开端, 便和平儿说, 坦货他要搏我的事, 你可别分辨, 你只越恭敬越说博的事才好, 千万别想着怕我没脸, 和他一降就不好了。 又说, 我是恐怕你心里眼里只有了我, 一概没有别人之故, 不得不嘱咐。 既行在先, 更比我明白了。 你又急了, 满口里你我起来。 平儿道, 偏说你, 你不依, 这不是嘴巴子, 再打一顿。 王熙凤担心平儿心里只有自己, 而违逆了探春, 便对平儿叮嘱, 但平儿却在凤姐叮嘱之前, 就做好了。 这样的默契, 必是两人多年相知, 才会形成的。 两人私下的谈话, 不再是上尊下碑, 而是用平等的称谓, 你, 我。 他们之间的对话, 更像是亲密的规格密语, 丝毫没有主仆的阶层感, 反而更像是密友间的娇称之谈。 鲁迅曾说, 《红楼梦》中的人物, 和从前的小说, 续好人完全是好, 坏人完全是坏的, 大不相同。 所以, 其中所续的人物, 都是真的人物。 《红楼梦》里的王熙凤, 也是一个有着真性情的聪慧女子, 人物性格极具立体感。 他虽然有些狡黠, 却不是天真可爱, 能够在甲府里协调上下, 左右逢圆, 更说明他有着极高的处世智慧。 虽然王熙凤从未以男装示人, 但倘若他穿上男装, 也定是位精明干练的王家贵公子。 他的双性气质不是由外貌, 而是由骨子里散发出来的, 通透而且自然。 如果把《红楼梦》比作一间广煞的话, 那么王熙凤就是这间广煞的支柱。 没有了王熙凤的职称, 这间广煞就会坍塌。 王昆仑曾说, 在这高贵庞杂的门第结构里, 凤井是一根从地基直贯到屋顶的支柱。 如果把这一女性抽了出去, 《红楼梦》的全部故事结构也就会坍塌下来。